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7日 这是一个笑话啊 也就是昨天发生的 杭州有一个电视节目 也就是杭州的新闻联播 浙江省的 就是滋江新军的老曹 发生的笑话 杭州新闻联播在播音过程当中 一度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呢 这个播音员呢 他就是个念稿的啊 别看他长得挺潇洒的 西装领带 长得是眉清目秀的啊 但是在这个播出的时候 他这个提磁机失灵了 他前面有个提磁机 你像我们就根本都没有啊 没有这个条件 提磁机失灵以后呢 这个当时他无法应对 因为他满脑都是空空的 他这个摆当 就是个英武学舍傀儡嘛 是吧 结果呢 在那个地方就是傻傻的 用手啊 按那个就是遥控器 按也不出来 一脸无奈啊 沮丧啊 非常有意思啊 过一会儿才恢复了提磁 提磁机才好用了啊 接着讲下去了 也就是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看啊 又在现场给大家看 你看到一点无奈啊 这是今天网上爆出的大新闻啊 海外的万维网 万维网啊 报道的 也就是这个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早晨 19点32 重播时间是8点钟啊 时间长达20分钟 说主持人介绍一来二钟 就上述视频中出现男主持人啊 这个于是这些事 但是舆论的哗然呢 因为你这是直播什么 人都看到你这个傻傻 到底在前面坐着干什么 在那修这个这个遥控器嘛 是不是啊 说9月16号上午呢 就是记者啊 当地的记者就到联系了上行 周文啊 文广啊 联系了这个杭州啊 文广集团 纪委监察委 这个事捅到纪委监察委去了 因为这个电视台啊 他归广电不管啊 都是上面有主管部门的啊 那就了解这个事 他就视频的真实性 以及后续处理的问题求证 这是对方啊 做了些解释啊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 电视台博主的内容具有全微信 尤其是时政新闻更是如此 提词器出现故障 确实是主持人比较担心的问题 为此主持人事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说例如准备好纸 纸制的台本放在台面啊 他懒嘛 其实你这个你既然做不永远 你就不能光靠前面的提词 这个挤 对不对 你应该有手写的 或者打印出来 他打印都不愿意打印 懒到这种程度 例行公事照本宣刻啊 结果呢 受到了批评啊 他讲这个事啊 他说这个 新闻联播 就节目一般来讲不会太长 主持人有事 事前可以背诵 不至于关键时候 真惊慌失措 另一方面 在开始播放前 各部门应该仔细检查设备的情况啊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是制度问题 也就是说中共这种极权统治啊 他这种新闻都是假的这种宣传 人就是一种机器 他也不需要你有高的随口 只要你这个人 具比条件 所谓条件 一个是政治可靠 你不能在上面讲共产党不好 是不是啊 那共产党能用你吗 另外呢 你这个是党员啊 党员他在认为你可以操控 此外还要长得潇洒 还有一个问题 长得潇洒人多了 是吧 口音好的人也多了 还需要什么呢 有关系啊 是不是啊 这都是比如说 宣传部领导的 或者市里的领导 省力的领导 甚至中央的领导 都是三亲六故啊 这个七大鼓八大 也延续下来的啊 也有一部分是招聘来的 少 一般我知道都是有背景的啊 你比如说过去在大连的时候 那就是市委书记 市长 这个亲戚朋友啊 或者是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但市长书记认同 就看好这个小女孩的和小男孩的啊 让前面来表演 他们本身并没有多高的文化素质啊 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 或者说也不敢有 你要在这个场合 你要讲自己的观点 那你不招死了 马上就给你撤职插办 重的就给你灌到监狱里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事情是个体制的问题啊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呢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发现主持人提词弃失了以后 不仅主持人产生慌乱的情绪 反而导致播音室乱成一团 那肯定回来要追究责任了 因为你就播出以后引起社会的反省 人们一看 人们老百姓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人坐在前面子干什么都 傻傻心目联播 是不是啊 这是重大事故啊 一位杭州新闻圈的朋友说 这个视频当天晚上 就在我们的圈里疯传 脸丢大了 无论是播音员导播都有责任 能辨能力这么差吗 还有即使有电子提示器 也可以放一个手稿 真的是无力吐槽 你既然知道 这个是个照本宣客的事 不容你出错了 就应该打印一份放着 一旦上面不行 你就要看 是不是啊 你像我做这个节目 我不会编辑嘛 编辑浪费时间没有必要 因为我这个没有 就是转瞬即失的新闻啊 帮着大家一起聊聊天 我都准备这个IPAC 准备若干个 同一个内容都说好几个 这有一个那一个啊 因为我要引用啊是吧 有的时候你讲了一半它断电了 还有的是不明原因就灭火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 这个有的远程捣乱呢 还是故障啊 那时候你就应该有应对措施 这都一样的啊 这个做任何事情 都要想的这个中全一些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你要出远门的话 你要带着手提电话 你要想到充电的问题 车上你那个连线那么的连得上 可以在车上充电是吧 你不能连上你要找个啊 容量大的一个 一个小小小机器啊 存的电子是吧 都有很多 先都有很多这样的这样东西嘛 买一个是吧 放在那 你要准备好 你却不能临时慌乱 是不是啊 你伸着自己的眼镜 我都准备两副啊 一旦有一个备影碎了 或者忘了丢了 你就马上就能够拿出来是吧 我都是这样 上一次我这个戴一个眼镜 在这个星巴克就要人给你偷 我都走了 但是我那眼镜比较好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那个监控里可以掉出来 看到就碎了 算了 因为要查找浪费事件 我讲的什么 任何事情都做好准备 因为你有两副眼镜 一旦驾车的时候 这个碎了 你不回家吗 戴上去是吧 你要有个补救措施啊 同样的 你这个波音员更是中央了是吧 尤其在中共这个官场上 你看这个波音员叫什么名叫 叫东阳啊 沈阳人32岁 给拔皮了 说啊 视频在网络发酵后 这位主持人受不了网友的批评 应急反应能力几乎等于零 提词器不零的 就应该立即看纸质稿 而不是对着提词器狂点一通 主持人应该把播报放在第一位 修辞器是别人的事啊 他这样一脸的恼火和不耐烦 确实使人尴尬啊 你可以看出中共体制下的宣传部门乱到什么程度啊 说主持人遭到了一些不冷静网友的网报 感觉这个哥们日常总是个臭脾气 易弄 不冷静 喜欢大口大叫 大口大叫 不会好好讲话 毫无专业素质辞职吧 说不定人家是浙江省的领导干部的孩子 或者是这个浙江市领导干部的孩子 或者开个玩笑 说不定还是自将新军的哪个领导的孩子 这个侄子什么外省的 是吧 这都很难讲了 非常复杂这里面 事后这位杭州主持人通过媒体回应称 事故发生时 他没有这段内容的收稿 现在他们整个播报团队 都为了这个事深刻反思 由于要开会 搞把抠奖金 在严重的撤职擦办 那么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直播节目不可能避免会发生意外 不可避免会发生意外 希望大家宽容 尤其是对这个帅帅的主持小朋友 不要说些太难听的话 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读者性格比较好 比较大度 在我看来就是很简单一个事 也不值得太大回事 我只是强调什么 他的政治体制问题 如果说党不管新闻 你自己主办 那当然好了 他肯定就会自由发挥了 这个时候可以谈谈别人 谈天说地 再扯到那个事上 领起应对 但是中共这个体系 他不允许他这样做 所以这个事儿 只能成为了一个笑料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单节目 这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